大众请合展 请随我功称本师圣号 归禁记及新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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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渡大道佛重来 自渡大海佛重进 自渡相义佛无碍 其手自渡无等佛 有无恶见灭无余 诸法实向佛所说 常住不坏尽烦恼 其手佛所尊重法 圣众大海行福田 学无学人以尊严 后有爱种荣已尽 我所寂灭根亦除 以舍世间诸事业 种种功德所住处 一切众中最为善 其手真敬大德生 一心恭敬三宝乙 吉诸旧事弥勒等 社论第一圣无拙 千步论主贤士卿 我今奴隶欲学行 大致彼岸十相义 愿今大德甚至人 一心善顺护我行 弥勒菩萨我其请 玄传大师请加持 欲解甚至于且行 一切贤盛经规境 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罗尔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社例子 社不亦空 空不亦社 社即是空 空即是社 受向寻世 亦复如实 社例子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世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眼耳鼻舌生意 无色身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欲世界 无无名 亦无无名境 乃至无劳死亦无劳死境 无苦疾灭道 无知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依波罗 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 波罗密多故 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故知波罗 波罗密多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善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 波罗密多咒 即所咒约 Gate Gate Bala Gate Bala Gate Bala Sam Gate 佛地说好 请翻诞 老师 各位学长 阿弥陀佛 大家早安 先跟各位报告 今天的课程内容的进行方式 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 咸丰学长的心得分享 那 第一个我们 继续由提问来复习 由齐乐校长 然后第三个是由小云 再继续来导读 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 交给 咸丰学长 好的 那我先共享一下 老师吉祥 各位学长 早安 今天呢 由莫学来给大家做一下 这个所谓的学修分享 刚接到这个 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觉得诚惶诚恐 因为我这个维时学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经验也不足 分享什么呢 原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思路 然后偶然就发现一张图片 然后我就以这张图片为基础 我们来做一下共同的这个 通过维时的思想来探讨和学习一下 那么首先呢 给这个图片 我们原来啊 每一个事件的事 我们都有一个案例 这个图片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案例 那苹果 那苹果分享苹果这个图片呢 苹果的首先呢 在世间说它是预示着平安吉祥 我们平安夜吃苹果 对吧 然后呢 牛顿呢 通过苹果呢 发现了一个世间的一个 一个世间像 真像 叫做万有引力 那么我们今天呢 都通过苹果来 用佛法来分析啊 分析这个 或者叫图片 来了解一下 佛法说的这个实相 那么首先 大家第一眼看到 这个苹果有什么绝受呢 可以带着我的这个 跟着我的节奏 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第一眼看到 这个苹果的时候 这个图片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分别 和思维 好吃 好吃 哇 颜色鲜艳好看 OK 就到这儿 因为我们想要咬一口 阿弥陀佛 我们看到这个苹果的时候 其实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分别像 这种分别像呢 是原来我们所经验带给我们的 是从我们的 我们从为时说 它是从我们的种子里边带出来的一些 分别感受 对吧 色生相微处 它是对我们的这个 五蕴的感受 直接就掉出来了 但是呢 它已经离开了我们观察图片本身 它我们本身的角色和图片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我们看到的图片 它其实第一眼看上去 它是由线条 颜色 组成的一个图片 而它还不是苹果本身 对吧 它是画的一个像苹果的一个图片 那么现在我们老师也经常说 我们要要具行的第六意识 贴近前五式进行观察这个图片的时候 它不应该产生如是如是的这种种种的分别和感受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产生的这种感受已经是取了离开这个真实图片本身 而产生的种种的这个叫虚妄分别对吧 因为图片本身 它本身也没有所谓给我们要好看 好吃 好闻等等种种的名言分别对吧 但是它反映了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马上对它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知 这种认知已经完全的离开了现观 可以说它是完全的是一种内心的计较和分别对吧 我们说它其实是一种谜中谜 它是一种双层的谜误 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事物的感觉的时候 它已经谜中谜 它本身离开事物已经非常 它的真实已经非常远了 比如说我在拿一个真正的苹果和这个苹果图片两个放到一块的时候 我们是否有时候产生同样的感受呢 现在就是我们在线上不方便 就是我拿一个苹果到你的面前 然后和这个图片 你观察两者之间的时候 你是否在内心产生了类似的感受 也是个大红的苹果 我们视眼所色的真实的苹果放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看到那个苹果和产生的感受 我看到这个图片 这个苹果图片产生的感受 在内心中产生的反应 是不是很多都是相同的 对 有相同的也有不同 毕竟那个更直接一些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叫迷中迷呢 我们其实看到苹果 真实的苹果本身 而产生的内心的感受 已经是迷了 而我们又画了一个苹果的图片 通过这个图片再做分别计较 它是不是是迷中迷 它本身连个苹果灯 或者只是线条 是吧 颜色 是的 所以我们在观察任何事物的时候 现在我们修的叫做 鱼切形的魔和直观 它其实不只是图片本身 我们就观察所谓的真实的 世间世界的时候 它其实都可以带着这种观察心 去贴近事实的去观察 要类似于接近现观 是吧 修行的第六意识和前五识 同时进行 那么在我们 我们大家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因为我知道咱们台湾的学长 这个止观学的 或者是这个为时学的都有的是一二十年了 那么在切进事实观察的时候 那么它是如何的一种觉寿 它内心会产生什么样的这种 这种体握 它都是有具体的这个征兆的 那么我们如何来运用为时的 或者叫似寻思 所以似如是实质的这种 正思维的去观察它 名 意 自性差别 对吧 我们说 这个名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 画这个 不拿这个图片了 我们就拿一个真实的苹果 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名是什么 苹果的名言 那么苹果的名言 所代表的是什么 它要指向的是一个 所谓的苹果的实体 是吧 意 名它本身要代表 指向一定的东西 指向一个 代表一定的思想 有一定的内容 要意 是吧 它要指向苹果这个 这个所谓的实体 然后在在这个上面产生种种的分别 当我们产生这个分别的时候 我们认为苹果有有自性 然后在这个自性下产生分别的时候 这全是已经把他这个影像取到以后 在我们第六仪式里边开始分别计较 对吧 他已经完全的离开了苹果本身 大家这个 在看这个图片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这个 这个思维 要跟着 跟着这个 自己的观照去 去 进行 因为这个 否则的话 他听出来好像很 那就跟我们的这个 实际的指观 这个修行 他其实就融不进去 就我们的观察的时候 刹那间 我们其实看到每一个事物以后 刹那取向 然后直接就已经离开现观了 就把像取进来以后 就在心里边就开始计较分别了 因为我们在分别的时候 完全已经离开了我们现观的前五式的所愿镜了 比如说看苹果说的好吃 好看 怎样怎样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同时 因为我们的一心不能圆二镜 对吧 当我们圆我们内心的明言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已经完全离开了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中的前五式了 是的 对我也觉得就是看到这个 任何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四品寻思 就是明示自信差别 要是这么一想的话 这个事情就很客观了 就那些妄想的分别 就不占据了 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大德们总结出来的这个 这个经验确实是特别的精辟 对 因为我们经过稍微的去思维 或者是在止观的时候 或者用我们的安法念去观照的时候 其实我们如果不进行第六意识和前五式的巨型的时候 我们完全就活在一个所谓的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个经验世界里面了 已经完全的现观不沾边了 对吧 我们看到的什么都是内心的一些分别影像 都是一些原来的概念 或者一些分别的计较 一些种种的那个绵想 对吧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禅修 因为我觉得我过的时间就想考验一下自己的这个禅修的这个是否有进步 就想借助的进行密集禅修 然后观察自己的心 在那个禅期的时候 不是禅期叫佛期 打地藏期 在那个地藏期我们念佛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的分别念头还看得还是比较强烈 就平常有时候感觉自己分别念已经很微弱了 但是对静的时候在那个状态下 我发现自己还有还有不好的念头生起 就在念佛的当下 就看得比较清楚 当然我们因为经常运用这个止观修行的时候 我马上你反观往回看的时候 这个分别已经马上又消失了 所以说这个我们那个心啊真不能外源 外源的时候这个分别马上起来 并且不断连续不断 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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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确实是一个非常耗力 非常持久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叫叫事情了 它是需要长久的去观察去思维 才能慢慢的把我们那个粗的分别念 来降服住 能通过这个叫四加星来进行慢慢的调服 还不是断是吧 慢慢的服 好我们回到服片 那么通过学习这个维实的思想 我觉得有一点有一个有一个点 就我们学那个三项嘛 三项的里边有遍迹所值 以它起和原成实对吧 那么里边有维实学里边有那个 讲这个增益值和这个减损值 它是防止我们在修行中走偏的嘛 那么我们一般的人 基本上所有人都活在我们的遍迹值的思想里边 就是我们已经离开现观 完全活在第六 第六意识的这种种种的分别计较里边了 那么这种分别计较已经完全离开了 我们所观察的对象 它其实完全是增益出来的 对吧 卑鄙是自性而似鄙是自性显现 对吧 我们活在一种完全的虚妄分别里 就完全是增益出来了 那么老师在很多课堂里边也讲了 其实我们要过的就是这种遍迹值 遍迹值它其实就是一种增益 我们修行就是要看到真实 那么真实就是要除掉覆盖的真实表面上的东西 增益值 那么前期我们要破的分别我法二值的时候 它其实是不是就是遍迹值 完全是增益出来的 完全是一种虚妄 离开了事物本身的一种虚妄 离开了苹果本身的一种虚妄的明言分别 完全是第六期是一直在不断的去寻思 分辨 比较 然后它是不停的下去了 对吧 那么还有一叫做减损值 减损值是对主要是在对原成石的减损 就是我们觉得 什么都没有 对吧 容易成断灭键 而把原成石也被断了 在这个时候有这个减损值也可以破掉我们之无的思想 我觉得这个增益和减损就是让 其实这个三项就是让我们看到 事实的本相 就是现观是吧 而我们去除到我们的增益值和减损值 它就已经活在了一个我们叫做真如的世界 所以这就是一个中道的思想吧 讲的是比较细的 这避免了我们偏空或偏有 我觉得这点学到也比较受益啊 因为刚开始学的时候 确实稍微容易偏空 但我是属于容易偏空 因为原来从禅宗 从那个原来是楞严经 和言诀经 类似的经典入手的 那通过为时的学习 越来前两天看了成为时论 对见相二分的分析 我发现对于这个 自己的这个认识 对心法的认识 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明了 就知道什么事应该是我们断除的 什么事应该是我们应该修正和保留的 所以说它这个佛法它就是 它确实是一种非常真实的 可靠的 有理论依据 也有正量可以去验证的一种真实法 这是我的一种体悟啊 然后就在我们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啊 贴近前五式去现观的时候 就完全离开 慢慢的我们慢慢的离开 我们的取向分别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些体悟出来啊 就是我们观察 无论是这个图片 还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物体本身 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我们只是用第六意识 去观这个东西的时候 而这个物体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内心的分别念 是比较轻微的 慢慢的内心往里边越来越圆 内心会有新的体悟 就感觉这个内心会有一种越来越明了 这个光明 类似于光明的现象出现 它慢慢已经开始离开了 我们在外外的这种外向本身 就开始往里走了 它开始圆内心 它内心的分别念是越来越轻微 然后我们发现自己内心 越来越清凉光明 虚无 当我们的心越来静的时候 我们再放眼望一下外在东西 我们发现外在东西 确实也是本来是非常清静的 就是心和静之间的关系 我们自己也可以反复印证 就是心清静的时候 我们看外在的东西的时候 它分别念也相 相对的都开始减轻 它没有那么粗重的分别念 它外在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粗重烦恼 看发现外在的景 也原来也可以这样的美 这种美不是说多漂亮的美 它是一种内心的 这种平静的美 它也有体验 它是一种 也是一种 你们发现心和静之间的关系 它确实是一起的 心静一如 我们平常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 看待外境的时候 也会有一种体悟 和我们在烦恼的时候 看外境是一种体悟 所以心和外境之间 是相互影响的 当然那种影响是世间上面的 当然我们会 这个直观的时候 它又有一种不同的体悟 这种体悟是一种 没有多少情绪带的 这种清凉的体悟 我们原来是 原外境比较多 就是看到东西的时候 直接就开始分析外在的东西 当时 当我们修行一段时间 我们就开始离开外境 开始看心了 它自然有个过程 因为外在的东西 本是清静 本是污染的 就开始自己 它就转向看心 看心念的一种 起灭 观察到自己内心 在生生灭灭 这种感觉 它不再观察外散了 我们学《八十归经宋》 里面也有叫 如敬照物将不仅 对吧 它这个相似的体悟 也会出来 照的现在不是物 它照的是念头 念头本身 它也是心法 以心观心 在观心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它的生灭 起悟它的无常性 念头是不停地在生灭相续的不断 因为念头本身 它没有多少特别的分别 它只是起灭起灭 那么如释地观察一段时间 心自然有个安住的状态 它会自然地安住在那 不是说需要特意定一下 它因为 它已经不在 执着于念头的生灭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安住的心 自然出现了 它只是看 只是听 但说的其实只是观察念头的生命 如释地安住 观察时间长了 你发现 我们所谓的这个时间和空间 所谓的这种不相应 心不相应的形法 它的虚幻性 就是时间 原来是我们的念头造就的 我们把念头指使以后 分前后的时候 时间出来了 空间也是我们念头之间 有距离 对吧 几个念头组合起 这个空间又出现了 那时间和空间 它其实是一种 内心的分别像 它跟观察安班念一样 它是上下形 这种所谓的上和下 全是心里面给它做了一个定义 是不是 好 我这个 我们就离开图片 我分前一段 地藏菩萨 这个粘长善恶叶包经里面 也是唯心事官 它里面有两个官 一个是唯心事官 一个是真如实官 那么这个唯心事官 它可以对读我们 四寻思 所以四如实至 它其实内心所产生的境界 其实是一样的 这方法规矩 大家也可以借鉴这种 唯心事官的这种官法 学唯心事官者 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 随身口以所有作业 惜当观察 之为是心 乃至一切境界 若心注念 皆当观察 那这个一切时一切处 就是我们现在学的 一切型的魔和指观 它是随时可以去观察 我们最后观察的时候 知道它全是一种心 心的分别像 若心注念 一注念就直了 我们马上能够发现得了 可以舍弃的 背边有物令 使心无忌 无忌就 内心不明了了 潘元不自觉的 就散乱了 余念念间 悉应观察 而且这种随时随地 也可以观察 自己心念的一种方法 第二 随心有所原念 还当使心 随主 鼻念 令心自知 之 既内心自身 想念 非一切境界 有念 有分别 就我们看到 所有东西 境界本身 它不会告诉我们什么 它也不会自己分别什么 完全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分别 所谓 所谓内心自身 长 短 好 恶 是非得失 力 衰力 有无 等见 无量诸想 而一切境界 未曾有想 其一分别 但这种想 全是我们自己 在内心造作出来的 当之一切境界 自无分别 想 故 自 即是非 长 非短 非好 非恶 乃至非有非无 离其下 当观察那个苹果的图片的时候 观察深入的时候 这种体悟就出来了 因为好 坏 美丑 全是我们定义出来了 自己能体悟出来 如是观察一切法 为心想生 若使离心 则无一法 一喜而能 自见有差别 常应如是守进内心 只为妄念 无实境界 勿练 修费 是名修学 为心事关 这是为心事关的一种修法 若心无几不知 自心念者 即为有前境界 不明为心事关 这是他中间 有岔路的时候 把这个去掉 继续回来观 下面是 用守进内心者 则知贪想 称想 即于吃 邪见想 知善 知不善 知无济 知心 劳力 种种诸苦 知贪想 称想 即于吃想 这种种的想 内心就比较明了 这一会儿 因为我们是 关心的时候 因为这个心静下来以后 关得比较清楚 这下边 于坐实 他于坐实 随心所言 念念观之 唯心生命 能看到全是念头的生命 譬如水流灯念 无暂时注 从事当得色迹三位 就是我们完全现在已经 不执着于外在的这种色相了 他看的是往内观 关心了 色不影响他 色不迷人吗 他也成了三位 就是定功了 关心的时候 自然产生一个安住的状态 不为色所动 希望这句话 大家可以关的时候 实际对照着 似寻思所言 似如如实质 他的观法 可以去体悟 其实每个观法 最后达到的效果 都一样 就是看哪个观法适合我们 那么后面呢 我时间观想 我就简单说一下 我分享了三张图片 大家知道这个图片吗 你见过是吧 对 谈云嘛 咱们好像就在那边拿这个图片学习过嘛 对 有的人把它当那个饭盒 对 就是都是名言嘛 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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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物品在国外前一段时间非常火 它叫中国传统的果然 卖的还非常贵 在国外非常火 他们拿了一个装酒了 喝酒 装水果 那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的时候 就给它定义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一般会限定 它只有一个作用 比如说做 含瘾或者尿活的时候 我们只把它当成这一个功用来用 对吧 但它有无量的功用 它也可以做饭 烧火锅对吧 喝酒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心原念的时候 只是原了这个物体本身一分的功能 而止食 而废弃了其他 当我们内心在不再定义它是什么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它 对吧 我们可以用它 而不止止 不止止它 就是我们 把它当尿盆的时候 我们以后也可以做饭 也不会 它是个做饭盆 而感到恶心 对吧 就内心不定义的时候 你发现内心越来越自在 不会被自己的内心 所执着的种种的概念困住 最后让自己烦恼 它也就是一种 类似空性的思想 对吧 不定义 不止实 它有各种的无量的用 我们也可以用 发现佛法里边 它不排除它的像和它的用 而排除的是一种 电际值 是我们认为的那种值 困住了我们 我们认为它是尿盆的值 对吧 或者它只是火锅的值 一个名言把我们困住 让自己的内心也不得自在 好 时间关系 我差不多也就30来分钟 给大家做一些 就这个分享 希望能够 大家从中能得到受益 因为我原来巴巴巴 说了一些胡言乱语的东西 大家也得不到受益 浪费大家的时间 也非常的惭愧 因为我也不特别了解 因为大家技术比较少 不知道大家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给大家做分享 使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受益 也非常感谢小音师 在开头提醒我说话的事 就慢一点 因为我可能说话也是比较快 但大家有时候没有思考的时间 好 非常感恩大家的聆听 希望给大家能够带来受益 阿弥陀佛 我暂时分享到这里 小音学长交给您 好 感恩 感恩咸丰学长老师 好 这是第一次 我亲眼见到咸丰学长的样子 以前都是在微信当中看到 他的打字啦 或者是这个共学的研讨 他的声音 就觉得咸丰学长是一个 我的印象当中是一个非常擅长理官 而且他对于圣异地的叙述 也是非常娴熟的人 今天他举出了 应该有两个图 那两个图的解释 我们其实如果多读一点 跟维师有关的文献 其实也常见 主要他引的那一段文字 我建议凡是你引的文字 不是自己写的话 最好要标明他的出处 我一看其实很熟的 因为他是属于地藏三经当中的 沾茶善恶月报经的下卷 讲到色吉三昧 色吉三昧 色吉吉就是吉灭的吉 色吉三昧其实就相当于 还不到所取空 他就是从教理上去认知 凡所原者都是事所变 所以呢 凡是你在事所原念的境界呢 一切你以为有离心别有的时色 应该以这个教理去遮止他 明白他只是你今天心啊 取这个像之后 依你的概念去认知 然后呢 安利大家所约定俗成的名言 这就是维师的教理 从教理上去认识 你的所原都是事所变 然后依着这个事所原者 是事所变这个教理呢 开始进行指观相应的维心事观 所以如果你要谈维心事观的话呢 只谈到色吉三昧 只是一个教理的部分 还不到维心事观 应该只谈到维师教理的理观 其实讲理观有点太深了 其实就是教理的思维 教理在文所成会上的思维 那你要带动的是 对这个文所成会的教理文具意的思维 要进到思所成会 你怎样去施责他 所以刚才咸丰学长就是在试图去描述 以及带动像咸雲学长 利弊学长的一些回答 齐悦也试图做一些回答 其实这些对话跟回答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咸丰学长要去捕捉这些回答 跟你自己所要表达之间的一个 一个深意 透过对话 把你要抉择的深意 去凸显出来 但是咸丰学长在这个部分 一直引发了一些有意回答你的人 但是你没有去利用人家的回答 来解释更深的体会 这是我给咸丰学长的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就是你引用经论的出处应该要说明 因为毕竟那件文不是我们写的嘛 凡是不是我们自己亲自写的 个人的意见 都应该要表明出处 第二个 凡是你引发别人要跟你互动对话 那你就要运用别人的对话 去把这个思考挖深一点 那至于怎么做 我现在就不好说了 改天再为这个专题做个示范说明吧 好 我大概就是这两点 这两点 以上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就要进入 接下来的单元 稍待一下 稍待一下 在进入这个单元之前 我想 我也要先来 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也有稍微 引个言 介绍一下 就是上礼拜有的是说 我们应该要鼓励表达嘛 那现在那个 前部学长也有 我们好像现在开始尝试就互动了 那后来 后来我们经过上个礼拜 有演练一次 那老师也跟我们 这个 应该上上礼拜 老师也给我们一些回馈 所以我想说我们乐于表达是好的 那包括我们要慢慢要有 应该叫做说有焦点的发表 乐于发表 我们看是不是能够 大家互动以后能够有对焦 那对焦就是我们很简单 就是依据第三本残留守测的礼录 那不要偏离礼录太远 不要偏离礼录太远 那依着这个礼录去做发挥 做验证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就很完美了 然后我接下来会引用那个 我上次培训方老师 书里面有叙述 所谓的读书会 事实上就是我们共学 我想说 他那个写的还不错 里面那种写的还不错 就是说 大家对读书会的一个期许 期许应该要是 什么样的一个相貌 那我们说我们对我们这个 共学 共修应该有什么样的相貌 就是我们提问讨论 不管是说 我们叫他事成事讨论 whatever 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状况 那他们这有讨论 他说读书会就像钻石一样 彼此透过 多面互动产生不同的光芒 大家事实上都经过准备以后 光一照 那就是产生不同的光芒 而坚硬的本体就是 大家对读书会的共识 我们就是要 这讲的 共识聚焦 而产生的光芒 这个也是蛮形象 也很简单 也很有觉受 那第二个是 他说读书会像孔雀开屏 就是我们还是依据 我们的材料 就是我们材料 就是第三本产有手册 现在目前第一单元 里面的能入 能入室的室体 还有能入的人的部分 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根据这个部分 这个材料中心为展开 看起来五彩缤纷 美不伸瘦 因为大家能开放自己 互相激励 就是说我们根据 根据我们所有的材料 能够尽量开放自己 互相激励的这种心态 就五彩缤纷了 这个我也好喜欢 就是说读书会像魔术师的百宝像 我们能够彼此发掘 彼此之间的这个智慧 百宝像只要打开 就无意期会出现什么 而且是似乎永远拿去用不完 就是永远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读书会 就像知识的水库 人人贡献所有 我们大家贡献所有 如上游的活水源头 汇集于水库 而又成为下游每一个生命的源泉 泉源 那就是我们经过上游的活水源头 我们的集市广义 集市广义汇集在一起 然后又变成下游每一个生命的源头 我们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就等于说我们多文讯息之后又得到印证 我们的Database 我们的所知就越来越广了 然后我们对付未来的 我们对应未来的这一个对境之后 或是远近 所产生的如理注意就越来越顺畅 那远离我们的障碍 就是以这个期许 一定能够办到的齐悦 我先交给齐悦 老师各位学长大家早安 早 这个第二次来做这一件工作呢 那首先我们谢谢我们内地的咸丰学长 为我们带领这样子借由图片 然后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复习 维士官的一个礼录 那我个人是觉得 咸丰学长我听他在讲述的时候 我真的有那种感觉 他是一个禅师的感觉 然后不徐不缓的 然后再说着这样子的一个礼录 然后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礼录 让我们能够理解到 那首先要谢谢他 第二个呢 我谢谢我们的那个校长 小芸校长 他用这三个图片来讲解这个所谓的读书会的一个重点 那其实我今天会议在这里 我其实很清楚知道这是大家在成就我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我是内在是还不够稳定的 就是对于这个礼录上面我也不够稳定 然后对于这个实践上面我也还在学习当中 可是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统整呢 我个人是觉得我自己来讲是慢慢的在持续的获益当中 那当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 我对于四层次还不是非常的熟悉 然后也在学习当中 那所以我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能够包容我在这里 然后跟着大家一起互动 那读书会呢 我记得老师有讲过 其实读书会的一个目标就是 我们大家要共学 然后我们大家要共读 然后我们大家才会共好 那所以呢 刚刚小芸校长他也是有讲到说 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互动 一个动态NG的一个互动当中 我们能够互相成就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目标 然后藉由我们第三本禅修手册 我们怎么样能够带动起 你好我也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为主 那所以呢 在进入我的练习提问的前提之下 我们搬到我们的那个前面 就我们的那个第一页 大家有课本的话 就是能入室的这一个科判 好 那我们大概复习一下 这个维世官道次第一个当然就是能入室的一个试题 那这几周小芸校长 不好意思因为我很紧张 所以我必须要照着我的稿年 那就是这几周呢 小芸校长有帮我们导读内容 那我们回想一下 就是能入室的一个试题 和能入室的这一个人 就是这两个前后两个相连贯 好那试题呢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 它就是一个所知向一个新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现在要学的道理 就是要知道怎么能够能入室的试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进入能入室 试题的这一个新的功能呢 答案就在上面 那我们请愿意发言的学长 大概跟我们复习一下 就是那几个 有人愿意吗 我 好啊 那个就是红色的部分啊 我们的那个谁能入 误入所因之相嘛 对 那事实上就是有五个嘛 对 没错 第一个是大臣多闻熏习相续 就是叫多闻嘛 第二个以德逢世无量诸佛出现于世 那个keyword那就是有逢世的部分 等一下可能我想应该会找人解释 是 然后无量诸佛这怎么来去解构解读 这也是等一下可能会解释 以德一向那个向可能要改一下 方向的向 以德一向决定圣解 为什么要圣解呢 然后以善积极诸善根 那诸善根又是什么呢 善被福治之良 那个良 菩萨 那个良 那个良食的良 那福治又代表什么呢 那可能 待会可能会问啦 我是这样想啦 对不对 对 好就这样 好所以我沿用你错误的字了吗 我全部都沿用我们的校长 不过这事后我再来改好了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重点 我们知道说是谁在发挥这个能力呢 也就是要具备武士巨主的人才能够发挥这个能力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 我的提问就在这里 那这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经过统整之后的一个内容 那跟上一次的一个统整方式是不大一样的 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统整的方式 但是呢其实在这里面就藏有一些答案了 好那第一个我们就赶快来进入重点 什么是武士呢 因为武士巨主的一个人才能够误入所因之体的一个像 好那谁可以回答什么叫武士呢 已经讲过了 我讲过了 你讲过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要具备这个武士 这你刚刚没讲过啊 我刚没有讲得那么深入啦 老师这个救援一下 没有啦你旁边那个就可以啊 对啊 这边就是讲这个人嘛 第一个要仔细讲是吧 就是说你 呃我们第一个就是大乘多文讯息相细 相续就是说 呃我们需要有一个教我们大乘的老师 就是善知识 对 然后就是这个大乘的这个 大乘的这个老师呢 我们如果能够遇到的话呢 他能够教导我们 那我们呢就去熏悉 熏悉这个 呃这一个 这一个法教 这个教研这样子 对 这是第一个 好 谢谢我们的慧玲学长 呃就是 为什么要具备这个武士 因为有具备这个武士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种姓 然后我们才不会速播涅槃 然后下一个直接 武士不具足的话会怎么样呢 其实我刚刚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 就是会速播涅槃 而且呢他就会执法性使有 好那接着我们就直接跳到第二个 嗯我们是重点式的一个复习 那其实刚刚晓芸校长已经帮我们把礼录都整理出来了 那很抱歉因为礼录对于我来讲 还是的确是比较困难的 好那第二 嗯 第二个呢 大乘多闻熏习相续的一个重点呢 多闻熏习所依于武士具足 哪一个有相关呢 呃我可以点名吗 我们请我们的一家学长 多闻熏习以所依的武士呢 哪一个有相关 那就是大乘多闻熏习啊 哎答对了 没错 这个就是重点 我们的麦克风只有 就是两个这样子 那我们都得传来传去 对没有错就是大乘多闻熏习相续 才是我们的重点 那多闻熏习相续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所讲的大乘 好那大乘包含哪些呢 你要不要问一下内地的学长 对 立冰学长要不要回答一下 那包括那个三秦 那个身闻圆绝和菩萨 身闻圆绝菩萨 对 没错 很好 非常棒 谢谢你主动的回答 不过老师在课堂上面也有补充 对 还有仁天秦 对不对 那有补充什么 除了三秦之外 老师还有补充什么 有谁记得吗 我说没会 仁天一切秦 还包括仁天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打岔一下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老师 他有讲到 我们的思考方式 有所谓的系统性的思考 跟所谓的线性思考 那我们目前呢 我现在目前所学的 还是在线性思考上面 但是系统性的思考 就必须得交给我们的老师 跟我们的小园校长 来帮我们协助 那所以我们现在 多是在这个所谓的重点复习 所以一定是线性思考上面 好 那接着 我们就到第三个 所以我的提问其实不会很难的 好 请那个谁来帮我念一下题目呢 我这个繁体字我可能念得慢一点 没关系 我可以协助 不难的学习 非阿赖耶实所设 如理作义所设 这里与我们的第二个条件 以得逢世无量诸佛 出现于世 要怎么连结呢 好 二 OK 我们先念第一题 好的 那学长您有办法 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好像给陷阱了 这个呢 就是 就是我们呢 就是通过 就是无量诸佛出世 然后呢 他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怎么法理的这种教言 能够让我们明白 如何进行这个如理作义 如果我们能够依教 进行这个如理的作义呢 是不是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链接呢 或者是师兄 或者师兄这写总结得也很好 就是无量诸佛就是指 对 就是指一切众生的真实性 就是觉性 就是我们怎么样向这种觉性去进发呢 就是要当我们遇尽逢世的时候 就不能依赖过去的 我们一直习惯的这种诗心 去分别对待 而要把这些法径 用觉性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重点 就是要引发我们的觉性 而且这种觉性 就是要用我们所学习的 这个有维无漏的菩提种子 用如理作义 让它来出现 非常的好 您觉得这样子念起来 会比较清楚吗 蛮清楚的 好 礼路上可以协助到您吗 可以的 答案师兄 谢谢 这个就是我想要说的 虽然我已经有给答案 可是如果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问答呢 可以让我们的礼路有升起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共读的一个目标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请我们的美会学长来问 来念 第二题 这个觉性 这个觉性 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是怎么被引发出来的 我可不可以打刚才你第一题 对可以啊 当然 OK的 那个无量诸佛 我自己的理解了 这不是什么标准大案 就是以得逢世无量诸佛 就是我觉得是当我们每一个处对境界的时候 会不会自己具形的带出来就是为事无疑 每一个境界自己可不可以回到这一年 这个是我自己答 我不是很好 搜索搜索标准的答案 非常好 它当然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那就是如果是這樣子能夠引發您的決心的話 我認為我們都是在學習當中 所謂法無定法 那接著第二題呢 誰可以幫我們打一下呢 內地的學長 內地的學長 這個決心呢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是怎麼被引發出來的呢 這個好那我試著打 就是說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醫子這個善知識 他教導我們這個大乘法的這樣的一個多文訊息 對 那個多文訊息呢 我們要就是奴隸作義以後 學習到能夠聖結 那聖結以後這個就是能夠引發我們能觀察的這個境界 那引發這個觀察的境界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心心 心心來引發 他說怎樣被引發 這個無限賣一個朋友拿高一點 就是怎麼樣面對境界來引發就是說 因為學習以後呢 對於這個境界呢 已經不是那個我們用我們凡夫的 視性的分別去面對了 而是就是奴隸作義所設的 視法視義的 視所取視而生的有見因緣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那個能入視 就是那個能觀的那個心 這樣子來引發 對 對 好 謝謝我們的慧林學長 這裡呢 重點就是你能夠如理作義的 引發出我們的覺醒 好 那第三個 這個我就先跳過 因為這個比較是簡單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進到第三 第三個重點 以德一向決定聖結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那我就來念一下 聖結是什麼意思呢 誰能夠幫忙回答一下 好 那個班長兩次指向明正師兄 明正你要不要坐過來 兩次 我知道他準備很久了啦 對 我看他都事先都一直在那裡不習 各位寫長 大家好 那其實所謂的聖結是什麼意思呢 這裡 灰白的地方 灰白 灰白的地方看到嗎 我大概說明一下 其實所謂的聖結 我大概也都有看 但是真的我沒有像大家的訪問那麼快 就是一碰到境界就明白 那明白就不會忘記 然後知道怎麼做 他就是一個熟能生巧啦 其實大概聖結一般都是這樣 我們如果能夠熟能生巧 那就會 失守存置的狀態 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 對 沒錯 答案就是灰白的地方 非常的棒 謝謝你 鼓起勇氣來回答 跟我一樣鼓起勇氣來練習提問 好 那第二個呢 那我們為什麼要達到一項決定聖結呢 我們請內地的學長可以幫我們回答嗎 嗯 太難了 是 但是師兄已經把答案其實也都寫出來了 對 所以根據這個前期的整理 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達到一個 決定聖結的狀態 就是現在我覺得演示的 就是非決定聖結的狀態 就是師兄提問的時候 我們沒有一看到問題就明白 而且不忘事的那個狀態 所以還要借助師兄的這個提示 就是這個決定聖結 就是依著文所成會為基礎 進一步的去思維辯證 抉擇諸法的甚深法性 和因緣果報等事項後 與眾呢能生起更深刻的體悟 在對一切實處都能 一碰到境界就明白 一明白就不會忘記怎麼做 這就是決定聖結 所以呢就是以文所成會為因 而獲得思所成至 然後呢依著思所成至去修會 因為已經是決定聖結了 所以他就自然的就能 具備了這種修的這種可能性 這個對著這個 成著對文思所成的智慧 在止觀中引發更深的會形 也就是修所成至 一向聖結就像墊腳石 踩著穩當才能過河 過了河就不退了 阿彌陀佛 感恩師兄 謝謝你口齒非常清晰的 為我們導讀這一段 我家裡一段可以 好 可以 就是我還記得在導讀 老師第二本殘有首詞裡面 老師有講那個墓須九項觀 就是說 你想慢一點 墓須九項觀 就是不靜觀 就是說他在那個墓頁的周邊 那個就去看死人 他就是先看 看完了以後再回去 然後自己觀想 有沒有漏 有漏 再去看 看到沒有漏了 沒有漏了 一直保證沒有漏了 就就到聖結了 又不忘念了 隨時提起境界就是不會忘了 也沒有漏了 然後根據這個 他就是有會觀 根據這個 然後就會 引用不信觀就會入定 那這個入定是有會的 就是老實講的聖結定 我現在就是 聖結定之後 再去 再去觀其他的法義 會引厚厚的聖結 那是以這樣子一個方式 我們要有聖結 才能夠有聖結定 那是定性中會 要不然就是外道沒有會的這個定 對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後面的 有幾個注意的重點 是是是 對 謝謝你 幫我們補充這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也會 我覺得會卡卡卡卡的 我需要有人解救解救一下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 大家來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會大概花一點時間 那你的聖結經驗 因為我想說大家已經大概了解到 什麼叫做聖結 那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呢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練習 像這樣子的一個為世觀 我相信 那同時在這一點上面呢 如果我們 我們因為學習到這個所謂的 以上聖結定的這一個意義之後呢 那我們怎麼樣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能夠如理作義 帶動起我們的這個聖結經驗呢 好 那誰要先分享一下 班長你要不要先分享 你是 我不太明白 你能不能再重複一下 就是你的聖結經驗 聖結經驗 聖結經驗很多啊 比如說 我以前從專業的角度 因為我對某一個產品很熟悉 那只要有發生什麼問題 一看到有什麼顯現 我知道就怎麼處理 那 那時候我相信也是到聖結 那比如說 另外呢就是 我在處理那個room 視訊的時候 剛開始就好像那個不靜觀 剛開始就碰到很多狀況 就被卡住了 那後來呢 久病成良醫 然後只要一有什麼狀況 一看大概就很知道 馬上 非常及時馬上就知道去怎麼處理 對 那也接近類似這種情境 我想用各自的經驗 那像那個 PDF的Reader 就是PDF的閱讀器 我現在在用電子書閱讀器 我就沒有那麼厲害 一家校長比我厲害 我說我就卡住了 我說這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子 連那個卷頁 就是一般來講 電子書閱讀器 它就是用跳頁的 它不是很友善 那不像那個 不像一般的電腦的閱讀器 那你可以很容易找到那個 卷頁的功能 對 然後 搞了半天不行 我就找一家 結果他沒有回我 我很灰心 他在忙 然後 然後後來我只有自己自力救濟 我說我找到了 他說我很厲害 很厲害 但是他後面又講了 還有一招你不知道 哪一招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說每一個都要這樣子做 你每一打開一個檔案都要這樣子做 我說 這一個電子書閱讀器 它在設計功能的時候超不友善 我可以結論 但是他的那個一家校長很厲害 超不友善的這個操作方式 它會變得很厲害 馬上可以反應 在那個範圍裡面 對 就可以馬上可以反應 這是我覺得 我們生活經驗裡面 有很多 有很多這種 很多這種例子 對 我就記得 對 對 謝謝你 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現在一家 我們的一家想要分享 那個 我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有講 如何達到聖節 跟聖節的經驗 那剛才聖節經驗 小雲校長已經提過了 可是 所以 為什麼我閱讀器會比他熟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摸索 所以要達到聖節前 你一定要自己去經過 我們這邊講如理作意 那如理作意前 又有要溫思訓息嗎 然後你要帶起那個意見 慢慢的自己去 一步一步的去練習 而且要碩碩串息 才會漸漸的熟悉 你熟悉了才有辦法在一對境界就明白 有時候我們可能 認為我們讀過了會記得 其實未必有 我們的記憶實在是 不堪考驗的 所以剛剛那個利弊學長在想 熟能生巧 所以要達到熟的那個程度 然後經過一番的苦練的 我可不可以再加一句 就是除了熟能生巧之外 就是 我覺得這個種植意 我要藉著李老師有講 我覺得那個我一直都很受用 都不用背 故事業 你一定要很刻意去嘛 對不對 你除了很刻意之外 你還要縮縮竄襲 就熟能生巧 還有一點很重要 猛利益樂 你要喜歡才行 你要有性跟欲才行 你沒有喜歡 那就四倍功半 好 那個 我剛剛就對這個 這樣的一個境界 就下一個名言說很精彩 這個我現在看到小雲學長 看到一家學長 因為兩個之間的一個對答 這就是我的 我馬上聖結 這是我的五韻二曲 我的二曲 那那個二曲我所取的 這個兩位的一個對答 我耳朵聽到聲音了 眼睛也看到這樣了 那其實那個聖結就知道說 他就知道我是一個分別 但是他是一個因緣所生 就是我們說的事所變的 那是因緣 事的一個因緣變更 我的分別變的這個問題 那我這樣感受以後 我剛剛說的很精彩 然後呢我就決定 抉擇我也要回應 回應這件事情 那所以說這個就是 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個 我對他 對就是說 面對境界的時候的一個 一個聖結以後的 一個如理作意以後 那我就想說 我就是來做這樣抉擇的一個回應 對 好 謝謝 謝謝我們 這是聖結的經驗 對 他的經驗 我記得我們內地有一位很會彈琴 他也會彈古針的 他今天請假 他今天請假 難怪怎麼都沒有 他的那個美妙的聲音 坑坑有力的那個聲音 原來他今天請假 好 那 我想請問一下美會學長 其實我們的家庭主婦 其實他在煮飯的時候 也都是在聖結的一個過程當中 那您對於在生活經驗上面這一點 您的心得是可以分享嗎 這個煮飯可能真的有聖結 不管什麼菜 有什麼菜 大概 對 不管什麼東西 就一定在時間之內 就是家庭主婦有時候真的 我覺得廚房裡面就是可以 就是因為不間斷嘛 相續每天都要做的事 所以就變得真的很拿手 隨便有什麼食材 都可以變出幾道美味的食物這樣子 這個有時候 可能如果沒有進去廚房 煮飯的話 可能我們要顧這邊煮湯 然後另外又要煮菜 就是隨時 我覺得隨時隨地 所以全然的覺知都可以在廚房裡面呈現出來 就是 就是你要清晰的辨識 你怎麼樣 這道菜要怎麼樣煮出來 然後全然的覺知 這邊還要煮湯 另外一邊還要煮菜 所以 那個 那個 那個第六意思 你可以分身好幾個 就是 就是 全然的覺知 和清晰的辨識 這一塊 在廚房裡面 我覺得 真的是 很淋漓淨漓淨漓的可以表現出來 就是 嗯 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覺得 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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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他這一段非常精彩的分享 的確 他講到一個全然覺知清晰的辨識 然後我剛剛看到 那個利賓學長他講說 手能伸巧 對 對 那也是 我們那個 配合我們那個小雲校長剛剛所講的 你要縮縮串席 那個 那個我們的 我們的一家學長他也是如此的 在回應著 然後你要猛力意樂的心 你才有辦法 好 成種子性嘛 這樣才能成種子性 這樣才能成種子性 所以我們 我們能夠多聞薰其所聲 然後 所薰其的就是大善的法義 那我們必須要如理作義 然後縮縮熏 這樣子 然後所以呢 才能夠成腎解 腎解之後才會有腎解定 那 我覺得 像剛剛美惠學長他所講的 你在廚房 那個做菜的時候 你的確是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細心 不然呢 可能 人家太多啦 巴拉巴拉等等的 謝謝我們的美惠學長 用這麼生動活潑的 好我們現在十點二十一啦 我們休息十分鐘再來好嗎 好啊 那我們就九分鐘好了 我們十點半再回來 我們現在下課 OK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回來做一些小統整 那個時候再請學長們來幫忙 那個 讀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繼續看我們的第四個重點 好 以善基及諸善根的這一段 好 雖然我們已經 在這個地方 雖然我們已經 已得一項決定的聖結 但是畢竟沒有達到一個圓滿的地步 因此我們仍然需要 回來不斷的檢視跟反省 才能夠繼續再上路 此時呢 持續度跟耐反力 就跟善根息息的相關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了解 什麼叫善根 好第一個重點 誰能回答呢 線上 聰藝學長 我看到他出現 聰藝在嗎 聰藝在嗎 他在他在他在他好了 好久不見 每聲音那個麥克風麥克風 你的麥克風沒開 有嗎 有嗎 沒有 沒有聲音 好 來 你麥克風沒開 沒關係 你等第二題 我們請我們的窮豬學長 窮豬我剛剛看他在線上 有嗎窮豬 窮豬 有嗎窮豬 沒有 好 沒關係 我可以請麥冰學長嗎 好 謝謝學長你好 那個上根 我就簡單的理解就是五根 對 但是您這寫得很清楚 就是 就是五種出你的善根 由思念柱成就的 心境念定會 是 回答完 謝謝你 對 就是 答案就是 五種善根 然後由思念柱所成就的一個 性境念定會 好 聰藝 你第二個 不是 你麥克風 他還是沒有 好 那我們接著 一樣請我們的麥冰學長 可以繼續回答我們第二個問題嗎 要用什麼方法來積極我們的善根呢 那個 通過來圓那個五孕去修思念柱 然後用那個四如一竹調送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更加柔和 用思政情來爭善完才成就一種智慧的力量 對 謝謝你 那我早上剛好看到老師有統整這麼一句 那但是我就趕快把它寫下來 就是這一段 休息六度四射 性為發動音 由四念柱四如一竹 四正情來成熟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積極善根的一個方法 好 那接著我們跳到第四題 確立了獲得善根的方法後 可是在我們的修學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是一帆豐盛的嗎 不會 因為我們有時候就會思念 會把這個前面的我們說的四念柱啊 四路一竹還有四正情可能就會 我們就是一個pub time的 不會是那個一直相續的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就是知道了以後 我們就是再回歸過來 回歸過來我們的 我們說的密戶根本啊這邊 對 好 謝謝你 他剛好坐我旁邊 所以他必須要馬上接招 好 對 是的 我覺得我們是不會一帆豐盛的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 違緣跟我們的障礙來折損我們的善根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因為這一段其實是很難解釋的 我其實不會解釋這個 我想請老師幫我們解釋這個 要磨得過三種障礙 跟下面四個重點 那現在不用 我覺得我們不是都有學習過嗎 那個三列磨心喔 我倒覺得就是說 老師提三個問題是說 我是不是那個咖 對 我們到底是不是啊 還沒講嘛對不對 然後呢 是不是很難 對 後面會講嘛 有沒有很長 後面會講嘛 對不對 對後面會講 後面會講 對 我的意思是說 老師有提到說 這個很重要 那我只是不會解釋 對 那個不會解釋 沒關係啊 你看其他的那個 鹹雲學長會不會表示啊 鹹雲學長 鹹雲 三列磨心 跟段四處 他可以講話嗎 他是在上班嗎 蛤 他在上班 所以他沒辦法講話 鹹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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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鹹雲學長在嗎 學長好 我在 就是 三列磨心 目前你的理解是 善 三種 戀磨心 三種 三種 戀磨心 我覺得 首先 我覺得就是 老師提的 這個 三種障礙啊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有 或者是說 換個別的人 可能就是另外三種 對我來說 我這個疑心懷疑症的 佛果的可能性 我覺得我就沒有 我一直認為 就可以 只是一個 因緣 自己 自己的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的 怎麼說呢 因緣到不到 但是這個因緣本身 也是我們自己 在累生累劫當中 自己所修作的 這樣的一種 一種 果相 的一種呈現 所以 從後往前推的話 那就是要在 因緣上去 去做功課 但是呢 做的時候呢 哎呀 可能我這個想法 沒事沒事 對對對 但是做的過程當中呢 又不能止實 因為它畢竟還是個 你真要說是 達到了 咱們說的成佛的這個境界 假說成佛 假說有佛可成的這個境界 實際上它還確實是個 無為的 這跟這個中國這個 這個老 這個老莊學派多少 是有一點點連接的 你的意思是說 你要先一言 然後再離言 是嗎 你的意思是這個嗎 對 但是 但是你依緣的過程當中 又不能就是說是 就把緣當成緣了 不能止實嗎 我不知道怎麼去討達這個事情 對 就是你要透過這個緣 去體悟 最後 你怎麼樣子 去 怎麼說呢 或者說我理解的這個涅槃 實際上也不是就是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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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這個清淨解脫相 而是 你隨時 在任何時處都是一種 清淨解脫相 它不在於外相的一種 不在於外境的一種清不清淨 而在於你面對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都不欺負你的那麼一種狀態 就是我一直是這麼理解的哈 但是你要達到這種的一種狀態的話 你確實是需要在有為這個層面去做一些去修正 所以您對這個理路是很理解的是嗎 對 我是認為就是 怎麼說呢 這個疑心這塊我覺得它是 它是不需要存在的 然後這個不耐煩這塊呢 怎麼說呢 你可能會有不耐煩 但是不耐煩呢 不是佛法很難 而是就是 嗯 自己的這個這個習氣 和自己的這種體正 真的是要正 因為好多東西你確實是你自己能做到 那才叫做是是正德了 嗯 這個這個的過程 就像老師說的不會檢責呀 哎不善於無忌啊 這個這個確實是有有這種 有這種困擾在 但是呢 嗯 但是就像我感覺的 但是它再困難 嗯 它也不是說沒有辦法克服 那可能我這方面弱一點 我走的慢一點而已 嗯 但是只要是我持續的往下走 它不是說是嗯 嗯 沒有沒有 嗯 不可解決的嗯 第一個問題就是 懦弱退缺 我不是那個咖 自己不是成佛的根性 我覺得如果說是 嗯 有這種想法的人 就不會做到這裡 嗯 跟大家一起來共修吧 嗯 對對對 所以說 我 我覺得這個三獵魔 三種獵魔心 四座義 我們後面再講好不好 對 因為現在 OK 沒有說明 好 那我本來是想說 就是我們簡單的來大概 我們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們當然這個學佛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有那種不退區的心 我自己也會有啦 那 那我們是怎麼去克服我們的那一個 不想要的呢 的那種心 我本來是想要這樣子分享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們這個就跳過 好 那再來我們就回到 就 就到第五點 好 善備福祉滋糧菩薩這一段 好 這一段呢 其實重點就是 我們要準備哪些 滋糧才能夠圓到真實義 要不要我們的明正師兄 就是福祉滋糧 還有就是我們的六度 那就是不施慈罪忍辱 精進禪禪伯惹 大概這只要這幾個重點 對 沒錯 就是我們要 我們要完善 我們要完善我們的福祉滋糧 那福祉滋糧就是我們的六度 好 那如果我們不修六度的話呢 我們會容易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狀態呢 請 請誰來幫我們回答 我們的一家 這個智慧不夠的話 當然我們就不知道真實義的理 我們就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嘛 可能就是還是在那個流轉道上繞 因為智慧夠才讓我們可以看清 我們這怎麼在流轉 然後我們怎麼去還滅 然後怎樣朝向真實義 那至於那個福德不夠的話 違員會很多 你可能要來上課也有很多障礙員 也會讓你沒辦法來上課 譬如這樣子 所以這個都要從福德去修 對 對 謝謝 我剛剛忘了謝謝我們的楊師兄 我覺得他講的一個重點 我非常的有共鳴 如果 就是第一個 三列魔星的第一個 我大概回來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一點其實 讓我有引起共鳴 就是懦弱褪去的這一個部分 我不是那個咖 自己不成否的一個更新 他講到一個是說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會坐在這裡 我覺得這一點讓我其實 起了很大的一個內心的一個共鳴 的確真的是有那種感受力 我要謝謝他 然後也謝謝一家學長 就是我們的不治之良不夠的話 其實我們就沒有辦法修大聖把關 然後我們只有修六度 才能夠超越進入大聖的一個菩薩道 那這個是目前到第五項為止 就是五世 然後五世具足之後 我們才就是才能夠進入到下面的一個處所 那在每一段呢 我都會做一個小節 那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就來看一下一個總結的部分 那我們請美慧幫我們唸一下可以嗎 人路的這個人聚足了五世的修學 他就可以成就人路所之下新的功能 如果這個人五世不具足 會速波捏盤 不善道或是退轉 我們修行就是要善用其心 把心用在所之一的兩個特性上 熏息及原生 然後依附一指在大乘熏息所生 如理作意所設善用功 這樣我們就可以對峙類邪見 起外正觀 What 在這裡我們的修行重點就是 要讓自己具足五世 成為一個獲得為世觀 世體的人成為一個大乘弟子 成為一個大乘法官的弟子 依照善知識所教 而後消歸自信 變成自己本有的智慧 變成這一念能觀的智慧 把心轉成能觀的智慧 自然一切法盡是為事無盡 而這就緣起信空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複習 大概就是這樣子 非常謝謝學長們的互動 我們還剩一點時間 可以請老師回饋嗎 老師說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我覺得講得很好 就是說 總結呢 我想問一下齊悅 那個五項劇組 如果不劇組會 會樹波涅槃 對不對 然後另外如果不劇組的話 會是什麼樣 他的問就是 就是不劇組的話會 樹波涅槃對不對 對 如果不劇組的話 你看 始終誰能誤入所應之相 如果不劇組的話 他可能要入所之相會有困難 對不對 好 范老師 我就針對剛才這個對話 這對話談到說 五事不劇組會怎樣 從剛才一直到現在 一開始這個對答 問答開始一直到剛剛 這個我也不曉得齊悅所引的這些文字 是來自於原本我所說的初始稿嗎 對 如果是的話 那應該怪到我頭上來 五事不劇組並不是會樹波涅槃 如果五事不劇組就會樹波涅槃的話 我就會選擇趕快不劇組 為什麼 因為樹波涅槃就是很快就會進入涅槃啊 涅槃不是我們的修行目標嗎 他不是樹波涅槃 是樹球波涅槃 好 是樹球波涅槃 就是你會去急著 找一個相思涅槃的氛圍 然後去自我感覺良好 自以為是的表現自己在修行 而且要顯現出自己修得很好 乃至於不去打閒槍 不去跟別人互動 不去惹這些問題 也不去參與群眾 然後離群所居 裝的二五八萬的樣子 這個叫做訴求波涅槃 這叫做假性涅槃 這叫做自以為是 這叫做自我感覺良好 不能夠講成說 如果我五事不劇組 我就會樹波涅槃 那我就趕快五事不劇組唄 你看一個字字差 那個理解 那個理解能不能夠表現在 你所表達的文具意義上 唯是其實佛法啦 應該這麼說 佛法應該對他其實一點都不選 你如果真的真的明白這個道理 你所用的字 會在自己全然的覺知 清晰的辨識底下 要用得非常的精準 一篇文章像今天我看到七月 所打的這個樣子 我失望 錯字太多 還要叫我替你改 我先呵斥一下這個事兒 我自己難免都會打字會有錯 可是我就會立刻回去看錯字 然後就會把它回收 就會把它更改 如果我有立刻打錯 而沒有去注意的地方 那就很顯然我是在一個沒有全能覺知的狀態 我也沒有清晰的辨識 自己當下現前所做的業 是不是對的 那你為什麼能夠判斷他對不對呢 因為你有如理作一所設 是法是意的有見意言的種子性對不對 不然你沒有辦法辨別嗎 什麼字都一樣啊 就像你們雙方一堆人在那邊搞來搞去 有誰會去糾正訴求跟沒有求那個字的意思的差別嗎 那表示什麼 表示第一個你們可能對涅槃不懂嘛 第二個表示五四不具足的狀態 你們沒有去真正看見或體會嘛 對不對 講蘇波涅槃跟訴求波涅槃 你們感覺沒什麼不一樣嘛 被我這樣呵斥了一下有沒有不一樣呢 你心裡被我罵了之後會不會擾動呢 還是皮皮的 根本沒有關係 罵隨你 或者你是老師咩 我是學生所以我錯了沒有關係咩 你錯了而不加以覺知 有覺知而不去改正 你在你在阿賴耶穌頓中訊息的是什麼東西啊 皮 死皮賴臉 你了解嗎 如果你容許自己能夠這樣子的 算了吧 所以當我們去挑錯的時候 對 他會惹怒別人 會讓別人不高興 當你就要改正的是自己的口氣啦 像我口氣這麼兇對不對 你們一定會怕下次就不來上課了嘛 那如果我每次都非常的OK啊 沒關係啊 盡量錯齁 錯了才有機會以後改齁 這個話又覺得太消遣了吧 是吧 所以 別人所創造的一個學習的機會 自己要能夠帶起一個 不要搞他變成口頭禪 全然的覺知 是一個能夠 而且還是要保持在放鬆的 狀況底下 是吧 能夠保持在放鬆的狀況底下 你不去把自己逼累了 因為你一直不斷的提著那個 提著這個緊張的心情 你會累 你會容易累 然後累了之後 那種不舒服的 那種違逆的感受 你會想逃 這也是問題 可是如果太輕鬆 不加以作意 不加以在意 那又不對 那又不對 所以總是打了之後呢 再把它呼呼秀秀 是吧 所以你們如果能夠 被這樣子修理還願意還來 你們就可以再去想想看 蜜樂日巴 被他的老師 推倒他辛辛苦苦所蓋的那個房子 雖然房子蓋得也不是太好對不對 那麼聰明 那麼傲慢的蜜樂日巴 能夠完全的 當然心裡他會低估 低估之後呢 他還是在蓋啊 蓋到他都 旁邊的人都會覺得 馬爾巴根本是無理取鬧嘛 是吧 他能夠沒有條件的反覆在蓋 一個弟子能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能夠堪忍自己 把自己訓練到像蜜樂日巴這個例子 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都會讚 蜜樂日巴是一個很難得的修行人 可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學會他的一點點呢 以上就是一個感慨 另外 至於三項烈默心跟斷釋出作意 我說過要找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專題講這個事 我說過他的嚴重性在於 當下眼前所有的 應該講修行這個江湖吧 好稱自己在修行的這個江湖 幾乎都是這個三項烈默心磨不過 斷釋出作意沒有斷乾淨 所造成的問題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絕對不是在文藝上你們 簡單設問題 何況今天所設的問題我都覺得有點表面 那怎麼樣表面法我們專題再來談吧 以上 好 我可以回饋一下嗎 好 對 謝謝老師 我完全可以接受老師的指導 因為這的確也是 就是我在這個做的過程當中 有限的時間然後盡量做 但是我是非常緊張的沒有錯 我完全沒有辦法放鬆 這是 這 這個的確是一個苦的一個糾結處 然後 但是老師有說到了 我覺得 如果我能夠超越這樣子的一個磨練的話 那 我自己會覺得說對我來講就是一大進步了 嗯 好 這我的回饋 好 那個惠玲有沒有回饋 那個小雲學長曾經跟我說 你要不要跟那個7月兩個分一分那個問答 那我那個當下是跟他說7月他其實已經問得非常好 其實那個問問題其實也是我的盲點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說自己實際去做跟看人家去做 我真的是會不一樣的 那我其實也有在當下去想到說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來回答小雲這件事情 那我當然自己心裡明白 那那個我覺得就是那個怯弱心一直學活以來都會有 那我曾經就是說 呃 有跟老師分享就是說 其實就像那個 我很喜歡那個 那個 那個全紅禪跟那個陳 呃 就是那個那兩位跳 跳水的選手 他們是拿到這個奧運的這個這個這個跳水冠軍金牌 其實他們他們在分享就是說 當我站在那個高台10公尺以上要往下的時候 其實心裡都是會雀弱的 但是有看到 但是看到以後 呃 一直在這樣雀弱下去還是不行的 還是要直接往下跳 因為你不跳就是輪迴嘛 就是如果以學佛來講 那你你為什麼不就學習勇敢一點 這個是我的回饋謝謝 那我意思說我以後要勇敢一點 他們又把麥克風提給我 我講一下我在西連禁院學是 就是學這個讀書會帶領人的這個 其實壓力很大 壓力大到我的提問不行的話 會被揪出來 然後好幾次那種壓力我都 我想說我不過就是來上個志工訓 怎麼搞得張力這麼大 其實有幾次都很想 呃 我也想給他混過去就不要傷這樣子 可是每次在面對這個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我如果老是在這一個關卡過不去的話 我可能不是只是在這件事情上會這樣 可能很多是其他事情也會這樣子 所以那個退卻心 它未必是在 我們認為可能都在我們自己求法上 可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其實這種事情就非常多了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在磨啊磨啊磨啊 繼續繼續好繼續上繼續上這樣子 那那個鄭老師那邊 就是我在四年級的上課那個鄭老師 他其實也是很認真地在私下 也都還會私下指導這樣子 就很虛心地受教 然後主要在磨我自己這個 那個壓力那個怎麼去突破那個狀況這樣子 雖然所做的不論在演練啊或者是方案上啊 都還有很多缺失 但是就是自己耐著性子去把它磨過去 交給小營校長已經11點了 好 感謝感恩大家的回饋 反正就是我們永遠是不完美而朝向完美的方向 好 那OK 我們就今天來到這裡啦 大眾請合展 請隨我功稱普賢景仲記及迴向記 逝日已過命意水減 如掃水於私有何樂 當情精進如舊頭懶 但念無常 聖物犯意 文書實力勇猛志 普賢會行易富然 我今回向諸善根 隨筆一切才修學 尚是諸佛所稱探 如是最勝諸大願 我今回向諸善根 為得普賢殊聖行請 全都淘楼然 我今晚會把諸善根 安靜有十多的歷史 最高的歷史 我今晚會不期待